观众朋友好 戴起源会读者梳理每日翻墙必看的视频版文章 苹果中国用户的iCloud数据 现在落到中共政府的手上 中国用户的数据包括电子邮件 照片和短信 现在都由国营公司中国电信管理 BBC报道说 隐私倡导者警告 这个转变可能令用户的数据 更容易受到中共的监控 苹果公司从今年2月28日起 将中国iCloud的业务 转交给中国公司云上贵州负责 苹果说 此举是为了遵守中共的网络安全法 苹果告诉路透社 虽然他们反对让iCloud受制于这些法律 但最终没有成功 然而这个安排现在出现了新的变数 令事情更加的复杂化 陆媒财星周一报道说 中国电信下属的天翼云跟云上贵州签署了协议 接管了iCloud的中国业务 苹果周二也证实了此事 这个改变意味着iCloud的中国用户的数据 现在都由中国国营公司处理 此举令专家担忧 这让中共政府更容易获得个人信息 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苹果iPhone曾经多年在这里拿下市场占有率冠军 2017年苹果宣布将iCloud的运营权交给云上贵州后 大陆占有率跌至第五 被大陆手机迎头赶上 P2P信贷 互联网金融 这些在中国人眼中原本金光闪闪的香波波 近年来似乎快成为地雷的代名词 今年更是密集的暴雷 违约停运 再加上中美贸易战交锋 中国股市在线股灾事暴跌 民众在财富被当作韭菜般的收割之际 不由的哀叹 中国老百姓手中的那点钱到底何处可逃 P2P网络借贷平台 原本是为借款人和投资人 搭建的点对点信息中介 其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模式 能拓展满足个人和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 在中国 民营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难 发展P2P再好不过了 然而中国的P2P行业 虽然迅猛发展了 却沦落为雷区 据核讯网数据 截至7月17日 累计有2149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出问题 其中一半以上负责人跑路 中金公司预估 三年内90%的P2P网贷公司将要倒闭 在6月1日到7月12日的42天内 从750亿规模的唐小僧 到500亿的悠扬投资 390亿的牛板金 全国共有108家P2P平台爆雷 成百上千的投资者可能血本无归 如今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升级 不但加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更对中国从汇市到股市的市场信心 造成极大的冲击 房市哪怕也是明显的地雷阵 但因为是中共政府的命脉 民众仍削尖脑袋往里钻 不过现在在政府调控下 想花出去这个钱 还得看运气抽签 所以外汇和海外投资或许是最稳妥的保护财富的方式 但经过2015 2016两年 外汇储备巨减万亿美金后 中共对外汇流出实施了严苛的管制 虽然这种管制对中共权贵们不过是一纸空文 但是对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 却是实实在在的拦路虎 在这种氛围中 从山谷高官到黎民百姓 无不再为保护自己的财富而苦寻出路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 因一个词的口误 遭到众多媒体片面报道 说他出卖美国利益 英文大纪元总编Yasper Fackard 在7月17日撰文分析 奥巴马和克林顿才是真正将美国利益 拱手让给俄罗斯的人 文章中说 由于俄罗斯军事预算仅为美国的10% 因此发挥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 是其能源部门 奥巴马让俄罗斯控制了美国20%的有产 而俄罗斯政治现金也被指流向克林顿夫妇 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简讯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发出一项最新规定 如果外国公民申请移民时 资料没有准备充足 移民局有权直接拒绝个案申请 7月18日人民币汇率续跌 在汉收跌355点 创去年8月以来新低 离岸盘中一度跌穿6.75关口 7月18日大陆滬申两市股指午后跳水 滬申收跌0.39% 连续四日收跌 申指收跌0.97% 周三 中共官媒通报 甘肃省委前常委 前副省长余海燕受贿喊宣判 他被控与妻子一起 受贿超过6500万元人民币 被判刑15年 以上是大纪元为您整理的 今日翻墙避开文章 更详细的信息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收看 再见